福田下午會到北京大學演說 在繼97年當時的日本首相喬本龍太郎之後 再有日本首相在中國發表演說 中央電視台全程直播 共同社報導福田會首次提出 中日構建創造性合作夥伴關係 加強經濟、環境和能源等領域的合作 到了晚上胡錦濤會設現款待福田 接待規格之高在歷任日本首相中罕見 福田中會到天津和洪志的故鄉山東曲浮 有線電視記輯會不上不到 福田康夫29日下午 將會就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加強進行主題演講 他此前也曾表示 希望同中國的青年人有近距離接觸 鳳凰卫視、秦峰、周慶元、北京報導 我起了一個紅色的條幅 上面用中文寫著 熱烈歡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 歷臨北京大學 那麼在這個禮堂的台階上呢 也鋪起了紅地毯 正在等待著福田的到來 據了解 很多國家的政要都曾在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楼李唐做過演講 比如俄羅斯總統普京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 法國前總統希拉克 以及德國前總理施洛德 據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介紹 對於福田首相的這次演講 校方在準備和安排上 並沒有與其他政要特別不同的地方 在距離福田首相的到來大概還有一個小時的時候呢 北京大學參加這次演講會的同學們呢 已經陸續來到了會場 那麼對於日本首相的到來 北京大學的同學們最期待的是什麼 他們最感興趣的地方又在哪裡呢 我覺得因為中日兩國的關係近年來經營了一些波折 可以說不確定性更多一點 所以從我們個人的角度來講 覺得對這次關係可能他的來訪稍微更加敏感一些 而且我們的期待也更多一些 主要期待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覺得主要期待就是說福田首相 他以後就是能夠從哪些實際的方面 來促進中日兩國關係更加進一步的友好發展 那麼假如說點到你可以來向福田康復提問一個問題 那麼你會問什麼問題呢 可能還是會從這一方面 我可能希望能夠問福田首相 就是他有些什麼設想 對於中日兩國青年的交流方面 有什麼新的一些設想 參加福田首相演講會的學生共有600多人 來自北京大學不同學院不同的專業 而國際公共關係學院和外國語學院日語系的學生 占了相當一部分 另外還有一些日本留學生 現在呢是北京的時間三點鐘 按照計劃呢福田首相的演講呢就快要結束了 那麼等一下呢學生們就會從這個門出來 雖然呢我們進不到會場裡去但是呢還是可以在這裡聽到從會場傳來的震震的掌聲 那麼福田首相的這次演講會給北大的同學們帶來些什麼呢我們一起期待著 福田首相他很幽默 然後他講到了關於就是日本的婦女和中國的婦女之間對比的一些不同嘛 覺得很好玩 覺得整個這個演講中什麼問題給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嗯還是關於就是福田首相提出來這個戰略 主張呃就是我們中日兩國要相互對話呃相互信賴 最後達到一個相互理解然後他也用了溫總理的話就是呃我們要把歷史當成一面鏡子我們不能去避開那些歷史上那些問題我們要互相 並不是說跟對方消除不同的地方而是呢理解對方為什麼跟我們不一樣然後這樣的話才可以促使兩國更加順利的發展下去 這幾位日本留學生來自日本不同的地方 今天我聽了他的講話很感很感動他說那個中日友好應該要相互理解相互呃相互了解在開始所以我覺得很有好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我覺得那個最近幾年底今天是那個日本的首相在在中國北京啊第一次用那個他自己的那個話心理的話來表現就是自己對那個對斷啊那個 那種關係中立關係的可能證盡的那個的那個意願啊而且我可以接到一百分 一百分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現場呢應該福田首相馬上就要出場了學生正在起立啊已經入場了 那麼學生都站起來正在鼓掌歡迎 這也是中央電視台中文科技頻道正在直播日本國內閣政理大臣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會現在福田康夫首相已經步入北京大學的會場 謝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日本首相福天康夫先生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演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在主席台就座的各位嘉宾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福天康夫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唐嘉全先生 北京大学校长徐志宏院士 出席今天讲演会的还有 日本国驻中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公本雄二先生 日本国内阁官房副长官辅佐 安滕玉泰先生 日本国大陆省省医官 首中三十二先生 日本国内阁广报官小川阳先生 日本国经济产业省省医官 丰田郑和先生 日本国资源能源厅长官 望月秦文先生 日本国国土交通省 省医官 财田耕界先生 日本国农林顺产省省医官 村上秀德先生 以及陪同福天首相来访的 日本代表团的各位客人 中国方面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 崔天凯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武大伟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张新胜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何亚飞先生 以及来自外交部 教育部等部委的领导和来宾 参加今天讲演会的还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外国语学院等院系的师生代表 和在北京大学学习的 日本留学生代表 让我们再次以热热的掌声 对福天康夫首相 唐嘉玄国务委员和各位嘉宾 利临北京大学表示最诚振的欢迎 下面首先请北京大学校长 徐中峰院士致欢迎词 大家欢迎 尊敬的福天康夫首相 尊敬的唐嘉宪国务委员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老师们 同学们 因温家报总理的邀请 来话访问的福天康夫首相 今天立民北京大学 应将发表演讲 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师生 向福天康夫首相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福天先生曾经多次到访中国 是中国人民所说之的老朋友 他出生于真日世家 1959年 毕业于日本早道地大学 政进史 1990年当先中议院 此后福天先生一任 外务省政务次官 知名党副干支长 政调会副会长 内国官网长官等政府要者 2007年9月25日 福天先生当先为 第91任日本首相 我深信福天先生 今天的演讲 由于是我们 接触了解 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从我理解在邦纪 国际各地中 中国两国加强交流 正经有力 密切合作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 作为中国第一所 过来的中心大学 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正中 北京大学为我国的教育 文化 科技和社会的进步 特出了作业的贡献 同时 北京大学与日本的教育界 始终导致上 平凡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 在北京大学更名前的 金斯大学党时期 就有许多的日本教界 在需要任教和讲学 在中日邦教化以后相当惨的时机里 来自日本的刘如胜 因为是北京大学 刘如胜胜人数最多的 当前 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 与首相郭夏的母校 早道地大学 等归国二十度数大学 建立起了密切的 社交流关系 开转了科技合作 教育讲学 研究生研合培养 等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 2000年 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公勇发起了 中洲大学校长论坛 到今年论坛 已经成功地举办了5G 被暴露中国的教育部 和日本文部科学省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为两国的学生文化进步 和东亚高等教育的发展 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中央两国是一一带水的林邦 两国交流交往的历史 软软流长 1972年 中央邦教正常化以来 在中央双方共同武力下 两国关心取得了掌握的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 当前两国经贸合作不断扩大 科技文化交流部里面的交流 热业争斗 高中网难 热情频繁 在国际市场中 双方的共设和合作 已有所增加 虽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 还有不同的看法和分歧 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以示未见 面向未来 争取这来之不易的决定 深化两国在各国领域的护理合作 中央关系必须要更上一身楼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 也是中央友好的未来和希望 明年正在中央合并友好条约 第七三十周年 一日双向逝世的中央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北京大学将穿雨 接待来话访问的日本青年 我校的学生代表也将拥邀仿制 我们希望两国的青年 吸取手来增进项目理解 共同思考 探索如何扣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与福定首相同样 我们期待了 明年成为日中关系取得 非要发展的一年 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再过几天 就是2008年的新年 新年一世 幻想更新 我相信福定首相 在新年的前阶来访 必将给中央教育文化交流 带来新的气象 也给中央的关系带来新的气象 最后 与福定首相的演讲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学校长 下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日本首相 福田康复先生 发表演讲 尊敬的唐嘉玄国务委员 尊敬的 徐志宏 北京大学校长 在座的 各位朋友们 在新年 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 福田到了 就是福到了 今天我有机会 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 从监控中国未来 从监控中国未来 重任的同学们进行交流 感到十分荣幸 北京大学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 教育水平之高 为世界所公认 并且还有许多日本留学生 在这里学习 另外 太令人高兴的是 听说我的母校 早稻田大学 同北京大学之间 有着长期活跃的交流 我希望将成为明天 中国栋梁的同学们 能够进一步加深 对日本的了解 学习有关日本的情况 我想借此机会 提出一些有助于 加强北京大学 对日本的研究 和对日交流的方案 有关提内容 我一会儿再做详细介绍 下面 我希望占用大家的一点时间 就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把我日常的一些想法 向各位做个介绍 这次我访问中国的目的在意 进一步巩固 自去年秋天以来 以强有力的步伐 发展起来的日中关系的根基 并将这一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 日中关系除了和平友好之外 而别无其他选择 在这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递结时的理念 超越时间 作为日中友好的根本 而生生不息 自从递结日中友好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来 已经近三十年了 时间日中两国 在政治经济等领域 获得了作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 两国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有力量能够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 以发展做出贡献 日中两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如此机遇时 通过这次访华 我要向所有的中国朋友们表明的是 日中两国 理应成为建设亚洲及世界美好未来的 创造性伙伴 这样一种我的坚定的信念 在这次来访之前 我有机会在东京和中国媒体代表团 进行了会见 当时我指出 耳京的日中关系正在迎来第二个春天 因为我已经在两国到处都能看得到 期待构筑 展现日中关系的愿望的萌芽 这次的我的来访 可以说是迎春之旅 我知道中国有句话 就是说梅花和银花常常是相伴的开放 我认为 这次呢 让这个梅花绽放 能够共享春年的浪漫盛开的樱花 我想以胡锦涛国家主席为首的中国领导 以及两个国民一起为此做出努力 同学们 你们怎么看待同隔海相望的邻邦 有了两千年交流历史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呢 文家宝总理在今年四月访日的时候 在我国国议上表示 强调以史为鉴 不是要延续仇恨 而是为了更好的开辟未来 我以严重的心情 接受门总理这一番话 我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尽管有过这样那样不幸的时期 但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 不折不扣地去证实它 并传给子孙后代 战后 作为自由民主国家而获得新生的我国 一贯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并致力于同国际社会的合作 我觉得这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我认为 在感觉这种自豪的同时 还必须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 以及带着顾及被害者感情的谦虚 只有认真地看待过去 并且勇敢而明智地反省 该反省之处 才能避免尽后重找负责的错误 同时 同时在纵观日中漫长历史时 我们不应该忽略双方之间 更加悠久的成果丰收的交流 从历史性的邦交正常化至今 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的两国关系 但随国际形势的风云变换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此背景下 我们应该将如何把握我们之间的关系 又应该如何去建设它呢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大刀克福的改革国内制度 同时积极推进对外开放 并于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 目前已经成为GDP和贸易额 分别名列世界第四和第三的 国际经济中的主要成员 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 不仅给日本 而且给亚洲及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在政治方面 中国更进一步提高了 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并就地区乃至世界的广泛可提及 关注采取行动并发言 另一方面 我国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果 在此过程中 虽然先后经历了长期经济增长时期 和泡沫经济的破灭 但日本经济具有牢固的基础 依然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经济规模 在政治方面 我们正在以 比以往更多的向国际社会 明确自己的主张 更为积极地开展国际合作 日中两国 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 相互加强各种交流与合作 构筑起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的关系 借用作为总理智利地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 我的父亲福田中夫的话来说 就是日中联合声明在两国之间 加起了一座吊桥 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又使它变成了一座铁桥 从那时候起 持续多多的两国国民 走过这座日中之间的企业 如今每年双方的往来 已经达到近500万人次 在经济方面 当前双边的年贸易额业 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 而且日本是最大的对华投资国 明年是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 也是人们期盼的北京奥运会之年 我愿进一步促进日中交流的这一势头 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递结30周年的2008年 成为日中关系非日的元年 另一方面 在纵览世界潮流及时代大局之时 日中两国绝不能仅仅满足于 相互友好的现状 正如大家也亲身感受到的那样 但当今日中两国 已经成为影响变化显著的亚洲地区 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方向的存在 全世界都在关注和期待着我们 我认为日中两国的未来 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题 而是如何寻求有效的 负责任的方式开展合作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构筑战略互惠关系 恰恰是时代潮流对我们的要求 在认清这一时代潮流和世界潮流的同时 日中两国应该正视彼此政治经济的重要性 并且为解决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诸多课题 而探讨如何进行合作 疫情中有句话说 立则对 我想如果能够是日中两个池泽中水流相连 给周边带来滋润的话 那就更好了 如此日中两国以既有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发展 做出贡献的能力 这对两国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机遇 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而且共同的目标和准则也在逐渐增加 这也可以说是在利用这一期上 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不必说旅行世贸组织的国际标准 经济标准 只要双方都能够旅行提高透明度 完成解释责任等政府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 那么对话与合作就会得到不断的加强 一方面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有待克服的课题 在日中这样的两个大国之间 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一致的看法及立场是不可能的 冷静的对待和讨论和对待分歧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事实上由于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还不够深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 都有不少人曾经感到 为什么对方不理解我们的感情 这种不满的情绪 必须指出不顾日中关系的历史及其渊源 尤其是不顾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的巨大潮流等 缺乏大局观念 以及任由感情用事 都是非常危险的 针对这些课题 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坎诚相见 加深相互理解 互相承认差异 了解对方的真实面貌 古话说知之为之 不知为不知事之也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把眼光放在两国之间所存在的共同利益 并且努力使其扩大 我认为双方不应该迷失共有的目标 而且应该保持寻求共同解决途径的姿态 为了充分利用互相能够加深对话的这个巨大局域来克服困难 这种两国力求共同承担重要的责任的关系 乃是战略互惠关系 下面我来谈一谈构成其核心的三大支柱 即互利合作 国际贡献 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 我就想就这三个问题向各位做一个说明 首先是互利合作 战略互惠关系 这使得第一个支柱是互利合作 在一中两国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今天 中国的顺利发展是关系到日本发展的重要问题 等着这种观点 在过去三十年里 对中国所致力的改革开放 日本一直是官民并且地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等 一系列的支援与合作 另外对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 日本政府很早就表示了支持 那是因为日本国民坚信支持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努力 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未来 而且也有利于日本乃至亚洲及世界的正确选择 2008年 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 是值得纪念的年份 能在这样的一年举办北京奥运会 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崭新发展阶段 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并且深切地期待 奥运会获得圆满成功 然而在中国就像日前十七大也九岁那样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一部分负面问题也显现出来了 比如人们经常提到的环境恶化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扩大等等的问题 关于环境问题 日本在七十年代 有过惨痛的经历 在日本经济区的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发生了诸如水疑病 疼痛病 四日式喘效病等 被称作四大崩害的问题 成为深刻的社会问题 几乎在同一时期 日本还遭遇到了石油危机 迫使国家认真采取结缘能源的措施 我国虽然被称为比社会主义国家 还要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展 最近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变得逐渐严重 今天温家宝总理告诉我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中国目前在贯彻科学发展观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抱有坚定的信心 今后我们愿意在同中方协商的基础上 把合作重点从支援改革开放转到协助实现和谐社会方面 这样做将促进中国稳定和发展 对作为朋友和邻邦的日本来说 也是很可喜的事 在此方面 我认为尤其重要的领域是环保和节能的领域 关于日本所经历的崩害及其对策等 我们愿意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拿出来供中国国民参考 目前日本拥有逻辑领先水平的节能技术 我在今天的首脑会台上提议 为了推动日中双方的环境合作 在中国国内建立起 以信息传递及网络化为目的的日中环境信息平台 以及节能环保合作咨询中心 并得到了中方的赞同 我们还准备用三年时间 开展一万人规模的环保和节能方面的培训 邀请大批中国的专家 和在一线公路的工作人员到日本 分享我们的经验 此外 为了发展互利合作 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绝不是日中对立的课题 而是关系到两国发展的日中合作的课题 特别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健康 发展 维护民众的安全 让民众放心 在加强打击假冒产品盗版的措施方面 日中两国有必要通过合作加以有效的应对 为了担负起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需要官方和民间协议所来发挥主体作用 显示出作为国家积极保护知识产权的这种姿态 日前在北京召开了由日中相关部长出席的首次日中经济高层对话 双方在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 以及贸易投资国际经济等领域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对话 我希望在互利合作的精神下 进一步推进此类对话 并深切的期待 今后通过对话时日中间的合作 注意具体落实 其次战略互惠关系的第二个支柱是国际贡献 我们都知道在无国界的时代里 人员 义私 资金 信息等 一切都能够轻易地跨过国界 这不仅带来发展与合作的机会 而且也带来金融危机连锁反应 传染病扩散等诸多风险 为此 最终两国政府必须携手扩大机遇 抑制风险 为此 两国不应只埋头与狭义的日中关系的意义之中 还应该把目光扩展到两国关系地平线的彼岸 使用世界潮流 以亚洲来致世界的稳定与发展进行合作 在此 把我的极点考虑 介绍给大家 首先 我想讲一下与恐怖斗争的问题 昨天 巴基斯坦前首相贝布托 欲心身亡 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恐怖活动正当化 强弱欠责这一卑鄙行为的同时 对被捕托 秦首相及欲望者表示由衷的哀悼 对包括日中在内的国际社会来说 反恐斗争是共同的课题 我希望在这里面与日中进一步推进合作 下面我讲一下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这也是关系到我们如何诚恳地对子孙获得负席责任的问题 在日中双方相互理解对方立场的前提下 两国应该作为负责任的主要国家 为问题的解决而互相合作 尽最大的努力 我愿再次强调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的中国 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框架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 在考虑到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时 最迫切的课题是有关北朝鲜的问题 尽管我们对最近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取得一定进展 而给予评价 但是能否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 以更加巩固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目前正处于重要的关口 此外 我们还希望在解决无核化问题的同时 要解决绑架和导弹的问题 生算不幸的过去 进而实现以北朝鲜的关系正常化 我准备为此继续加强日朝对话 并为此同作为日方会谈的东道国 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 继续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合作 作为涉及到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还可以提出包括安理会在地的联合国改革试影 特别是为适应战后60多年来的国际社会变轻 改革安理会是其有效的担护起日益重大的作用 这是整个国际社会所面对的课题 我希望在这方面也一定要加强对话 通过日中合作推动改革向前发展 当前非洲仍然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现实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由于疫病、营养不良等原因 每千名儿童中就有166名在5岁前参生 明年5月为了讨论非洲开发的战略及具体的措施 以东向新兴向荣的非洲为主题 日本政府将在恒复举办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 据了解中国也在开发广大非洲方面开始进行对话 为此我认为如果日中两国能够携手开展 帮助非洲持续发展救助贫困的合作的话 那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希望一定能够实现这一合作 我中心希望通过与中国国民的这些共同的工作 让日中合作的美丽花朵开变世界各地 而最后一个支柱也就是第三个支柱 是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 这因为我们是敬临 所以往往彼此因看到对方不理解自己 而产生强调的心态 因为如何相互看待对方这一期的历史 也似乎在发生了动摇 从日方来看 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长度发展的中国 一下子显现在眼前 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该怎样和中国交往的这种一面 而中国而言同样的面对在国际社会上 力求承担更大政策作用的日本 也似乎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我们需要为进一步加上相互理解而付出努力 人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实践起来却并非容易 为增进相互理解 首先需要彼此之间进行频繁的交流 只有真正达到相互理解 才能建立起相互信赖 我认为为了促成对话 理解信赖的良性循环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加上以下三方面的交流 一是青少年交流 二是知识交流 三是安全保障领域的交流 特别重要的交流之一 就是开始于去年的 日中之间的大规模的青少年交流项目 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一代 正是未来的希望 明天的日中关系也要靠你们来进手 政治经济固然重要 但为了构筑长期稳定的日中关系 双方要从展望五十年后 甚至一百年后的长远角度 逐利培养能够加深相互理解 松柱相互差异 相互学习至人才 正如长远所说 十年数目 百年数人 培养人才 需要坚持长期的努力 反映日本的中国高中生 回国的时候都一口同声地说 日本并非想象的那样 发现了全新的日本 他们通过耳闻目睹 以及亲身体会 下除了以往的呈现或偏见 无疑增加了对日本的了解 同样的 访问过中国的日本高中生也是如此 一位日本男高中生 在回忆起住宿过的中国家庭时 这样说道 通过非常愉快的家庭寄宿和学校交流 我感到中国高中生和日本高中生 没有什么两样 大家是那样的友爱 又是那样的婆婆 等他们和我们都长大成人的时候 我想真正的世界和平就会到来了 我从心里感谢那些给予这次机会的人们 日中之间推荐知识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在日中两国的年轻的学者之间 不仅基于日中关系 而且还就广泛的国际形势展开讨论 有着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 理论地察觉到世界动态和时代的变迁 从来把握日中关系发展的方向 需要具备这种事业 如果能通过日中合作 培养出具备国际事业的有识知识 造就出大批 有助于解决地区 及国际社会的各种特体的人才 我相信日中两国就会成为世界上值得自豪的伙伴 我正如在开头所讲的那样 我真诚期望 坚持中国未来的同学们 多了解日本 多学一点有关日本的知识 为此我任提出 旨在加强北京大学对日交流的建议 也就是说 今天给我演讲的机会的 就是北京大学 就在加强北京大学对日交流的建议 这项建议叫做北京大学福天方案 这福天方案具体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第一 举办学术研讨会 在今后的两年里 以联合国改革援助第三国 联合国维和国动 环保节能等群租性课题为主 邀请北京大学学者 或日本参加研讨会 第二 明年 从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当中 选拔100名学生 以及从福手高中 选拔50名学生 分别到日本进行进修 第三 也就是最后一点 继续帮助日本研究中心的 集中数课工作 我由衷的期待 通过旨在 加强对领域交流的符定方案 虽然规模呢 也许 也不算是非常之大 但是呢 我非常地希望 使大家中间 能够有更多的同学 走上研究日本之路 而关于安全保障领域的交流 而不久前 中国军舰首次访问了日本 这是一件对这中两国 具有话时代意义的大事 令人感到非常高兴 2008年 将轮到日本防卫大臣 海上作卫兑船 反应中国 安全保障 是立国之本 也是直接关系到 两国国民感情的问题 也需要通过提高通用度 巴西亚会不会信任 消灭在萌营之中 并培养起信任的土壤 我认为呢 有必要进一步促进 安全保障和防卫领域的 日中交流 对对话的蓬勃开展 向双方防务部门提供 以对方国家的有实知识 开展交流的机会 促进 广泛领域的 与相互理解 这点是至关重要的 这点 就是在此次首脑会谈中 已经 就日中双方将为此作用 努力达成的故事 以上 我谈的是 日中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 三大支柱 总而言之 我认为 顺应世界的潮流和大义 来指明日中关系的方向 开创未来这一资料 也非常重要的 我尽信 只要日中两国 作为对国际社会 负有责任的大国 轴引世界大局 不辜负世界这期望 致力互利合作 及国际共性的 那么就可以逾越 各自立场的不同 雇主其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 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的未来 从而成为富有创造性的伙伴 你通过日中 共同进行的创造性的事业 双方建立起 一种为全世界所依赖的关系 当我们想到这些 心中不就会充满希望了吗 我忠心希望 日中两国不应该挑剔相似的差异 而应该成为面向共同目标 为世界而携手合作的一对 真正的朋友 我一边对大家讲这些 一边再次深刻感受到 政治家所签付任务之重大 以及展现在同学们面前的 无限的前途 今后 这中两国关机之路 或许不会总是那么平坦 但是我认为越是在那样的时候 明明对那些双方时而出现的 情绪化和狭隘的言论 我们政治家越是不能 随波逐流逐流 而必须适应世界的潮流和大意 把日中关机一步又一步的 扎实的向前推进 给大家留下开展亚洲 和世界崭新未来的道路 这也是我作为政治家的使命 把这中两国 联系在一起的 不单是利益和利害关系 这中两国是具有悠久交流历史的邻邦 独断有相通的文化及传统 而且也有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相互依靠的基础 比如说像日本在即将演变成 进来国家的灵异时期的 明治唯新一词 就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典那里 另外今年文化体育交流年 所开展的一系列交流活动 使双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这不也是因为两国有着共同基础的缘故吗 追求人权 法治 民主主义等 普遍价值固然很重要 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 真是这种真心扎编 与这中两国的共同基础和价值观 同样重要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 以及希望两国国民 更加真是这中两国的特别的关系的愿望 这次我还将访问曲府 中国的伟大作家 也曾在北京大学这里任教的鲁迅先生 当年留学日本 与藤丽先生等众多日本人相识 我想这些人士的相识 对以后中国的病化 无疑产生的巨大的影响 你想到这些相识 就恰如 地中高中生交流给 许多年轻人带来了 数不胜数的收获 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 《故乡堂》中这样写道 希望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我不再说了 不说上去的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前进 共同开拓 共同缔造美好的未来吧 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福田首相 充满了智慧的思想的讲演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 福田首相提出的福田计划 来支持北京大学 与日本的大学和青年学生的 进一步的合作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福田首相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提问 有什么问题 这位学生 尊敬的福田先生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 零总级物理学院的 我叫联合 刚才您曾多次就是提出说 日本要说加强发展 从亚洲国家的关系 以及中国的关系 那您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日本有没有 日方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另外的话 就是说您能不能 对比一下您的父亲 那个福田舅夫先生 对比一下你们两个的人的 那个政治主张呢 谢谢 好 这种关系如何使它加以发展 关系的问题呢 具体怎么办 这个问题呢 刚才问到这个问题 应该说呢 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从多方面的 而且在这个诸多领域里面 已经开始了这种合作 那么如果一一主意的 去举处的话呢 恐怕呢 就是这个话上 今天一听的时间都不够了 今天 任加大总理和我呢 也谈到了很多的话题 也就是说 我们双方的合作关系啊 如何去发展 加强 那个它的具体内容的话呢 当然是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 再就是呢 就是刚才我们 你再所提出的一些 这个人员交流啊 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交流啊等等 我们都谈到了 那环境保护的问题呢 应该说是大家呢 就考虑了 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担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环境呢 如何就是对待这些个问题 跟这些呢 我们也谈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些个内容 前面我也提到了 日本 也可以说说信好吧 环境问题呢 可以说这个比较早的时间呢 非常认真的去对待 我们也说到了一定的成果 现在应该说是在全世界呢 能利用效力最高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为了改善和提高能利用料理的 效力的这种技术 就是应该这个用什么技术啊 这是怎么办 我想呢 这些一个世界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吧 可以呢 跟中国方面进行交流 会提供我们准备呢 邀请一万名中国人士吧 到这个日本来了解和学习 就是这些方面的技术 我们也提出了技术这个想法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方面 方法面密嘛 在诸多领域呢 来发展我们的关系 就是不仅呢 就是对我们的商品有关系来说呢 而且是中国呢 得到非常顺利的发展 这对我们日本的经济 日本的社会 或者对日本的外交 政治等等 这个日本的所有的方面呢 都是有利益的 所以呢 目前在中国正在呢 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们日本呢 一定要呢 这个解释全力的来 这个帮助中国 那么当然这个 我就不说具体 不举这些具体的了 那么我想按照这些的思路呢 但是比方说 这个刚才提问的那位同学 这个你可以呢 思考一下我们怎么办 我们让我们一起去思考 也拜托大家了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刚才问到呢 就是我的父亲的政策 我的父亲呢 以和为贵 就是有句话说呢 这个以和为贵 这是他的政治上的信念 所以说这个不喜欢打架 那但是呢 也就是说这个 当然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脚幅战争 就是有一种 但是非常这个激烈的政治 就是日本国内的政治上的一些个 就是这个交锋吧 但是呢 我们就是要以和为贵 就是大家呢 也和好 而且在接受这个 友好相助的过程 当中的共同的发展 就是基本的想法 所以说这个有福田主义 那是三十年前吧 因为去年是应该是福田主义 被提出三十周年 那么日本呢 就是绝不作军事大国 而且呢 和其他国家之间吧 要就是开展呢 就是心心相应的这种外交 那就是福田主义的精神 就是当年呢 提出了 发表的这样一个主义 那么这些福田主义呢 在东南亚国家呢 给予了很高的肯定 那么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以前认为的 就是日本的话呢 只是呢提供一些钱 给予了 但是呢 就是听了这个主义的这种以后呢 又这个友好相助 这就是就是这个日本的做法 就三十年前呢 提出了这个主义 所以像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呢 都是非常之好 就是说心灵交流 那么那就是就很多人呢 我们这个访问亚洲的国家的时候呢 很多的人就提出了 心和心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想现在仍然是这个心情相应的 这种心灵的交流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让我们呢 就是时刻要想着 这时候这个心灵的交流 我认为非常重要 我可能是这个泛泛的讲 别要笼统一些了 但是这个基本的 我们的这个想法呢 是这样一个想法 谢谢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您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大学 首先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研究生 硕士生二年级 我就要去除备 那么首先我代表北京大学的学生 向您表示中心的欢迎 那么下面我用中文来提问 现在我用中文来提问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 谢谢 在中日已经避接了 那个战略会会合作 在这个大的框架下 中日两国未来 在具体的哪些方面 可以进行合作呢 用方对此 有哪些具体的计划或者说措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对我的欢迎 北京大学代表北京大学的大学生 小吴莫老师欢迎 非常感谢 现在你对我提出的问题 就是战略互惠关系 为此做什么 刚才提出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 两位同学的问题都比较相似 内容比较相近 那就是 女性同士的母系之间的 互惠关系吗 我想 因为您这日语讲得非常好 所以希望你到日本来 和再在日本的大学里也学习 这样的话呢 日本 女性的社会上的活动 可能比较跟中国相比 可能要落后 到最后 那么你到日本 就向日本介绍说 中国是这样 父女能够在最后上 发挥这样的才干 生孩子 而且还能继续工作 而且呢 收入呢 也很高 希望你到日本宣传一下 这就是互惠啊 你在日本学习 而且呢 还要把 你作为一个妇女的地位 在中国的地位 以及 一个妇女在中国的一个立场 能够在日本做学习 现在日本也在致力 提高妇女地位 在这点上 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 所以希望 你能够到日本 多多地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键 我们再有一个问题 好吗 这边这个 后边的学生 好 谢谢 北京康夫先生您好 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四年级本科生 王东萌 欢迎您来到中国 来到北大 今天您刚才在演讲中 提到过的 您将这次中国之行 称为是迎春之旅 那我想问一下 您认为此次来华 已经取得了 或者即将取得了 一些成果呢 谢谢 我今天和温家宝总理 会见很长时间 可能超过了两个小时 非常坦诚的 互相之间 之言不讳的 交换了一件 而且呢 我认为呢 当然不是所有的方面 但是 几乎是在主要的方面 大部分 都达到了共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果 我们能够达成共识 达成一致的事情 我们必须把它付出实现 我们要把它落实 要能够兑现 那么在我们的这种交流 对话当中呢 有很多些细致的问题 这些对每一个一个的问题 就是要通过 进一步的加强日中关系 通过加强日中关系 这个两个的关系 加在一起 变成更大的关系 为亚洲 为世界 能够做出更大的负献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理想 你们是不是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崇高的理想 能够 如果构筑这样的这种关系 那么亚洲 在亚洲的日本和中国 不仅仅是为亚洲 而且为全世界 能够带来好处的话 就好了 我想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 那么也希望大家 希望你们这些年轻的一代 更多的考虑 日中应该今后 如何开展合作 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不仅仅是讲到 到今天为止的关系 而且是今后应该如何做 这是赋予我们的 非常大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们希望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同学 都参与到这个里面来 年轻的一代 你们是创造未来的 包括环境问题 在我有生之际 这个可能不能克服 但是呢 你们到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如果说北极的兵 全都消融了 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要为你们的未来 你们呢 就是要决心 要采取行动 才行 那么这些事情呢 管靠你们不行 广告日本也不行 必须我们协计手来 共同努力 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想和你们一起 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才开展两国的青少年交流 虽然是非常的一个微博的事情 但是呢 开展这个福田计划也是在一起 谢谢福田首相的讲演和回答问题 让我们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对福田首相的讲演 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预祝福田首相 在华访问 取得圆满成功 各位来宾 老师们同学们 日本首相福田康复前程 北京大学 讲演会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光临 谢谢